秦岭,中国最重要的界山,这里划分了南北方,分割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,同时又是800毫米等降水量线。 秦岭的南北有着截然不同的风土人情,自然环境,因为地质结构自然环境的复杂,从古至今穿越秦岭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 八条古道,各个都蕴藏了深厚的历史底蕴,走一走,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,又遨游在历史的海洋之中。 今天咱们就一起去走一走,看看这条路的路况怎么样,也一起去欣赏一下秦岭风光。 我们这两年陆陆续续来过几次秦岭,走过了武关道,子武道,包邪道,陈仓道,对于这一次的唐落道还是比较期待的。 唐落道得名于一南一北的两个山谷河口,南口位于汉中阳县,唐水河口,也就是唐谷,北口则是位于周治县西洛裕,也叫做洛谷,唐落的名字就自然而然的应运而生了。 唐落道不像武关道,子武道那么出名,原因就是在古书文献当中,对这条路的记载特别少。 第一次记录是三国时,魏国的曹爽曾由此出兵攻蜀,惨败而归,第二次就是蜀将将为率兵经此道而乏位,同样也是无功而返。 唐落道虽然名气小一些,但是比起其他的秦陵古道,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就是短,从关中山谷到陕南大约只有500里的距离,比起其他的道路,这里可以说是一条捷径了。 虽然路短了,但是也更难走了,据记载,这条路啊,多有独虫猛兽,而且地质结构不稳定,高低落差大,战道的修建难度呢,也就高出许多,行人视之为卫图,所以呢,唐落道开辟利用的较晚,被用作关义大道的时间呢,也比较短。 走进唐落道之后,我们首先会看到仙游寺,这座寺就是白居易创作长恨戈的地方,可见这条唐落道与唐朝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。 唐朝对唐落道又开通利用,并在周治县的落骨关设关关,唐玄宗躲避安史之乱,就是从这里南下,到了唐代中后期,唐落道的使用最为频繁,皇帝、官员为求辩解,多取唐落道往返于长安、汉中之间。 还有一个传言流传在唐落道这里,成为了永不破解的千古之谜。 传言说,在安史之乱时,杨贵妃马为之死是着人代替,真正的杨贵妃由马为坡悄悄南下进入唐落道,过黄百元,直达汉中,沿汉江入长江,到扬州,在扬州改名唤姓为太真,混迹于青楼之中,后来到了日本安度晚年。 当然这种说法没有历史考证,大家就随便听一听,当一个民间传说吧。 过了仙游寺,接下来就是黑河水库,群山环绕,一网清水,像一颗宝石镶嵌在山中,点缀着风景。 因为黑河水发源于秦岭,没有经过污染,所以水质呢,非常优秀,这里就成了西安最重要的水源,也有人说,这就是中国城市最好的水库之一。 走进秦岭之后呢,在路边设置了很多的停车带,还有观景台,能够方便我们去随时停车,然后参观周围的风景。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到达了山顶的位置,越往山顶上走就觉得好像走到了秋天里面一样。 能够感觉到到了山顶之后,它的气温呢还是比较低的,周围的植被也没有我们在山脚下的时候看的那么的绿,这也就说明啊,如果是在夏天的话,这个地方绝对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。 走过我身后的这个隧道之后,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南方了。 过了这道分水岭,我们可以看到河流的流向发生了改变,之前的河大方向都是向北流,汇入到关中平原上的几条大河里,然后通过渭河汇入黄河,翻过秦岭之后到了汉中地界,河流大多都是往南流,汇入汉江,这就是长江流域了。 其实真正的唐洛道是要进入到黑格森林公园里,然后走到佛平的老县城,再沿着山谷穿梭进入汉中。 但是到了佛平老县城之后呢,就基本上都是山间的小路了,我们开车的话就只能走佛平新县城了。 到佛平新县城的这条路呢,同样是高山峡谷,微微壮观。 当快到佛平的时候,道路就陆陆续续的开始施工了,经常会下到河边走上一段烂路。 我们顺着108国道一直走,走到距离佛平县城大概十公里距离的位置呢,那个位置是封路了。 我们只能是翻回来绕到熊猫谷这边,里面有一条路,有一条环线,可以在熊猫谷里面看一看,然后从这儿绕出去。 这条路连接了一些原本秦岭深处与世隔绝的村庄,让这里的人们呢,也能够走出大山,可以说是意义非凡的。 在我身后不远处呢,有一个岔口,也就是从这个岔口开始,108国道就往汉中方向走了,一直走到阳县,也就走到了唐洛古道的终点。 今天这一路走下来啊,整体路况还是不错的,就是在到达佛平之前呢,有一段路是在修路的,不太好走。 这一路秦岭的风光啊,给我的感觉就是,现在这个季节啊,它的这个景色是不如夏天和秋天的。 大家如果对这条路感兴趣的话,就可以在夏天或者是秋天来走一走。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,关注我,带你看更多美的风景。 拜拜。